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題目是 Detection of external stimuli 這個範疇其實跟你在 Form 2 學關於眼睛結構的課 就差不多 所以就不太深的 因此我會講得比較快 除非是一些考試的重點 我就會詳細再講講考試的要求 而這個範疇其實是想透過人類的眼睛和耳朵 如何去Detect到周邊的刺激 然後收集到這些資訊之後 我們如何去Coordinate 然後作出一些反應 而這件事正正 其實就是Demonstrate到生物七大特徵之一 就是Irritability 即是感應性 我們開波羅 其實所謂的感應性就是 我們所有的生物都可以Detect到刺激 然後會作出反應 而這件事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找到食物 可以找到配偶 或者逃避危險的時候 就可以增加到生物的survival chance 人類來說 我們就會有兩個Coordinating System 去做這個Coordination 分別就是Nervous Coordinating System 和Endocrine System 這兩個Coordination System 其實它也是你想像是一個CPU 當它收集到刺激之後 CPU就會做一個 Integration 做一些Analysis 之後就會令我們身體 作出一個合適的反應 透過E Factor 去作出反應 而這兩個Coordination System 究竟它有什麼分別 我們稍後會再詳細說 但是簡單而言 Nervous Coordinating System 其實就是處理一些 體外一些external stimulus 例如就是 光線、light 或者是聲音 而Endocrine System 主要就是處理一些 內在的刺激 例如我們的血糖高了 或者低了 我們要讓它變回正常的水平 這些體內的刺激 主要就是透過Endocrine System 然後透過分泌荷蒙 去做到一個反應 稍後再詳細說 我們先說一些基本的東西 所謂Receptor 接收器 其實就是一些Cell 它是一些sensory cell 當它detect到Stimulus 它就可以發放一些訊息 給我們的Coordination System 可以嗎 而所謂的sens organ 就是一大堆感覺細胞 堆在一起 就是一個sens organ 例如我們的眼 或者耳 都是一個sens organ 裡面有很多sensory cells 我們看看 其實人類來說 我們有什麼receptor 或者有什麼sens organ 經常都說 人類有五感 其實就是這些 我們有photo receptor 光的感應器 所以我們的sens organ 就是眼的detect 就是light 耳朵是detect聲音的 而聲音其實是一些物理的震動 一些vibration 所以在我們耳朵裡面 那個的receptor 是一些Mecano Receptor 另外我們的鼻 或者是舌 我們可以感應到 就是味道 或者是氣味 這些氣味或者味道 其實是一些化學物理的 所以我們在鼻子和舌 裡面 就有些化學物理的 去感應這些化學物理 提供一個味道 或者是臭覺的觀感 另外我們皮膚底下 有很多receptor 例如其中一個 就是thermal Receptor 去檢測溫 這個也是我們 一些普通的 overview 你知道人體 其實不只是感應光 和聲音 但在這個篇章 我們主要是集中說眼 和耳 如何detect光線和聲音 所以我們先看看眼睛 眼睛 眼睛就是 在我們的Skull裡面 兩個洞 而那兩個洞 就叫Orbit 頭骨的兩個洞 裝著的兩個眼波 就是一個sense organ 去detect light 我們一起看看眼睛的 外面的組織 首先你會看到 我們有上下眼鏈 眼鏈 另外我們會有 六條的眼睛 黏著眼睛的表面 就是負責令眼球 可以轉動 可以有動作 另外就是tear gland 我們會有 濾線分泌濾液 而tears本身有幾個功能 第一 當然它可以滋潤 我們的眼睛 不會太乾 其次就是 其實那個tear gland 裡面也有一些 enzyme 叫做Lysozyme 這個enzyme 其實是可以 幫我們殺死細菌 那 這一部分 如果你遲些讀到 Body Defense那一課 我們都會再次講一講 好 我們再看看眼睛面頭 這些好像不紋 我快飛了 眼睫毛 眼眉 有什麼用 自己看 好 看看就是眼睛內部結構 我們把眼睛打橫斬開 我們得到的一個橫切面就是這樣 好 那 因為這些很實質 所以其實自己看都可以 我主要和你描述一些重點 好 最上面有一層Sclera 不透光 Sclera 當然是保護 和保護 保護眼球 自己看 看你的圖片 會有一幅這樣的圖 其實Sclera 就是這一層 這一層白色的東西 可以嗎 我們平時看到人的眼睛 那個眼白 其實就是Sclera 好 在我們眼睛的面頭 有一層很重要的結構 叫做Cornea 這個就要給多一點時間 給多一點點注意 這個Cornea 重要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是負責 將光線折射 進入我們的retina 即是視網膜上 一個最重要的結構 這個Cornea 就是在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 而這個Cornea 其實會有一層很薄的結構 負責保護 那個Cornea 叫做Conjunctypha 好嗎 好嗎 Cornea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 剛才說過 它是可以 reflect light into the eye 光線會經過 這個角膜 然後就會有 一個折射 就可以落到 視網膜上 令我們有一個清晰的影像 它是 將光線折射 一個最重要的結構 約80%的折射率 都是來自Cornea 可以嗎 我們看看 這幅立體的圖 Cornea 其實就是位於 這裡 面上有一層很薄的 這幅圖 沒有展示出來 好 下一個位置 每個考試都會偶爾問 就叫Coroy 就是我們眼球 表面 其實就是 Sclera 進一層 就有一層 黑色的東西 叫Coroy 這層黑色的東西 為什麼是黑色的呢 因為裡面有一個 黑色的 黑色的東西 是不是會吸光 黑色的東西 吸光之後 避免光線 進了眼睛 就會不停地反射 你想想一下 如果光線 進到眼睛 沒有這層黑色的東西 吸收了光線 它不停地反射 就會多重地 刺激我們的 retina 同一束的光線 多重地刺激我們的 retina 就會引致我們 會產生一個multiple image 即是有一個多重的影像 所以這層的東西很重要 就可以解除了 內部的光線 可以解除了 內部的光線 可以嗎 反映嗎 反映嗎 然後 這個Coroy 另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裡面有很多血管 所以 血管是最適合的 就是提供 脂質 給我們的 retina 可以解除 另外可以解除 脂質 好嗎 好 我們看看 在這個立體的結構 裡面 Coroy 用了橙色的表達 其實這層東西 應該是黑色的 好嗎 如果大家看過牛眼 應該會看到 那層黑色的東西 好 Coroy 之後 我想大家看一看 眼球前面 就是 Puple Puple 其實是個孔 可以解除 是個孔 這個孔的周邊 會有一圈的肌肉 有一圈的肌肉 就是Iris 如果我們從正面來看 其實Puple就是這樣 一個孔 旁邊會有一塊 像菠蘿的東西 有一塊菠蘿 圍著 中間的孔 就是Puple 可以解除 所以記得Puple 只是一個孔 一個孔 是不懂得 contract 或者 relax 的 contract 和 relax 只會是肌肉進行 一個孔 是做不到的 但是這個Puple 大家也有印象 同孔 是可以變大變小的 而同孔的變大變小 我們會用 大膩 大膩 就是變大 construct 就是收縮 收窄 好嗎 我們不會用 relax 和 contract 看看這張立體圖 所謂的Puple 其實就是中間這個孔 這個位置就是Puple OK 現在就要說 圍著Puple 旁邊的那塊菠蘿 其實就叫做Iris OK 而Iris 其實就是一個有色素的結構 OK 它是一個由肌肉構成的結構 它是懂得做到contraction 或者是relaxation 可以嗎 從而可以調節到 那個Puple的大小 因為這個Puple 周圍圍著這一層的Iris 對嗎 而這層Iris 如果它的Iris 當它在不同的狀況下 它的肌肉會有不同的contraction 和relaxation 從而可以調節到這個孔 即是Puple的大小 所以真正做的肌肉構成的 是Iris的肌肉 而不是Puple 可以嗎 另外也因為這個Iris有顏色 所以會令到我們的眼珠 周圍會有顏色 究竟你是藍眼睛 綠眼睛 其實就視乎 你的Iris是甚麼顏色 所以你看到 其實這些位置 就是Iris 中間這個就是Puple Puple Iris OK 有沒有問題 好 我們再看看 其實這個Iris 就是可以控制到 Puple的大小 而這個位置 我們稍後會再詳細再講 也是考試其中一個重點 看看這幅立體圖 所謂Iris 其實就是這塊 這塊菠蘿 圍著 Puple的旁邊 那塊菠蘿 這個就是Iris 可以嗎 好 我們再看下去 就是眼球 一個很重要的結構 因為沒有它 我們沒有可能看到東西 那個地方就是Retina Retina Retina就是我們眼球的窩 最裡面的一層 這層是視望膜的東西 裡面有很多 Light sensitive cells 或者我們叫photo receptor 兩個名字都接受 在 Form 2 我們學過 這些Light sensitive cells 它是Receptor 主要是負責接收光線的刺激 分成兩類 Rod和Cone cell 大家記不記得 Rod和Cone cell 分別是負責什麼的視線 是黑白還是彩色 大家記不記得 沒錯 Rod cell就是負責 白和白的視線 而Cone cell就是負責 色的視線 究竟它的結構和分佈是怎樣 我們稍後會再詳細說 總之要記住 Retina這一層視網膜上面 就會找到很多這些Rod和Cone cell 而它由於是一些生命性的關係 所以它一定需要 Oxygen for respiration 亦需要Nutrient 而這些Oxygen和Nutrient 就是從它旁邊的那塊 就是黑色這一塊 剛才說了 叫choroid 因為choroid裡面有很多的血量 可以提供Nutrient 和Oxygen 給這些Light Cell cells OK 好 萬一我們的Retina 和黑色那層 如果萬一分開了 就大劑了 本身是貼實的話 那些Rod和Cone cell 就可以直接從那些血管拿去營養 但如果你分開了 譬如某些情況下 視網膜脫落 那你的視網膜 如果和choroid分開了 那些Cone cell 就不可以從choroid的血管拿去營養 那些Light Cell cells 就會無法活動 它就會死 OK 好 我們再看看Retina上面 有幾點我們需要留意 第一點 就叫做Yellow Spot 這塊裡面橙色這裡 最裡面這層黃色的東西 其實就是Retina 而Retina上面 有一點 OK 叫Yellow Spot 而Yellow Spot 其實就是眼球最中央的位置 亦都因為它最中央的位置 所以它裡面是有最多最多最多的Cone cell 裡面是充滿著Cone cell 而裡面是沒有任何Retina 沒有任何Retina cell 只有Cone cell 由於Cone cell是負責Cone vision 而且也是處於眼球最中央的位置 所以當光線打到Yellow Spot的話 光線打到Yellow Spot的話 我們看出來的影像是最清晰的 換言之 你現在看的東西 其實在你的視野裡面最中央的位置 其實那個Vision就是由Yellow Spot提供的 所以你在看東西的時候 永遠在你的Vision裡面最中央的位置 一定是最清晰的 舉個例子 譬如你現在看著鏡頭 你看著N字的話 你看著N字的話 N字會很清晰的 因為N字 這個畫面的光線 是打到Yellow Spot 令你有一個最清晰的影像 但當你看著N字的時候 其他地方 你當然可以看到 但是沒有那麼清晰 而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在其他地方 Yellow Spot以外 Retina沒有那麼多空銷 所以看出來的東西 也相對沒有那麼清晰 好嗎? 另外在Retina上面 我們會有另一個點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叫Blind Spot 這個是Yellow Spot 而Blind Spot在哪裡 其實Blind Spot就是這個位置 正正處於那些Rod和空銷 當它感受到Stimulus之後 就要發放一些訊息去大腦 這些訊息就會沿著我們的 視神經Optic nerve 傳到大腦 這個位置正正就是神經線 離開眼球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位置 由於是一個 你想像是一個 插頭 一個交接位 所以這個交接位 是放不到任何 Light Sensitive Cells 所以光線如果打進去 這個Blind Spot的話 是不能夠提供任何的Vision 可以嗎? 再說一次 所以當有圖片 如果有圖片 如果有圖片 我們是不能夠看到任何 在Blind Spot上面的Vision OK? 但有同學說 為何我們看東西的時候 平時不會有一點黑了 因為我們的大腦很聰明 他懂得用附近的一些影像 去填補空位 所以我們平時不會看到一點 OK? 坊間有很多方法 可以檢查到Blind Spot的存在 我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那些實驗在Form 2 大家應該已經學過了 OK 看看圖片 由於在Blind Spot上面 沒有Light Sensitive Cells 沒有Rod & Cone Cells 所以就算光打下去也好 是沒有Nerf Impulse 沒有Nerf Impulse 我們就看不到圖片 可以嗎? 不過要提醒你一件事 我看不到圖片 和圖片在不在 是兩回事 記得圖片 仍然可以Fall on Blind Spot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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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沒有Vision OK? 記住 Blind Spot上面是有圖片 但沒有Vision 沒有Vision的原因 因為沒有Nerf Impulse 可以嗎? 好了 再到眼睛結構 就是Lens Lens 其實是做一個Fine Tuning 去將圖片 會Precisely 形成在圖片 為何我說是Fine Tuning 因為講過了 最重要的是光線的折射 是在Cornia發生 而不是在Lens 可以變厚和薄 可以變厚 沒有Convex 或是沒有Convex 從而是調節我們 看近距離和看遠距離 需要有不同的節射率 就可以把圖片準確地形成在圖片上 可行嗎? Lens 要提醒你一件事 它是透明的 但不只是塑膠 其實它是自生細胞的 有細胞在這裡,可以嗎? 有細胞的 所以它亦需要濃郁和氧氣質 好,這個是鏡頭 是有elasticity的 一定程度的彈性 再下去了 保持鏡頭,其實我們會有兩個結構 第一個就是鏡頭 原來它是厚還是薄 它不懂得自己控制,不懂得自己變薄變厚 因為它不是肌肉,可以嗎? 這樣呢 令鏡頭變薄和變厚 其實是因為旁邊有一個圓圈的肌肉 這個圓圈的肌肉就是 叫做cellary muscles 整個畫面是怎樣的呢? 假設這個是正面的鏡頭 鏡頭就是有一定的厚度 如果我拔它的話,它就會變薄一點 如果不拔它的話 因為它自己本身有elasticity 它就可以變回肥一點 變回厚一點 可以嗎? 我們怎樣拔它呢? 原來在鏡頭旁邊會有些繩子 OK? 有些繩子 這些繩子就是這些位置 我叫它做suspensary ligament 有些繩子 這些繩子就會接駁著一個圓圈的結構 OK? 一個圓圈的結構 這個圓圈的結構 就叫做 cellary body 可以嗎? 好了 而這個cellary body 裡面就有cellary muscles OK? 而這些的 muscle 是可以contract和relax的 當這些cellary muscles in the cellary body contract和relax的時候 它就可以令到這個圓圈 變大 或者變小 OK? 當這個圓圈變大 或者變小的時候 它就會拉著這些suspensary ligament 拉著繩子 從而 就是調節那個lens的厚和薄 OK? 稍後我們也會再詳細說一下這個位置 所以大家要先有些概念 然後這個lens 是透過這兩個結構固定在眼球的前方 好了 cellary body 就是這一圈的 muscle 由於這個是橫切面 所以我們只看到頭頂兩塊東西 但實際來說它是一個圓圈 可以嗎? 這個cellary body 裡面有cellary muscle 而它 透過一些繩子 叫做suspensary ligament 將接駁著lens 好嗎? OK 好了 我們一起看一看 再說一次 這個cellary muscle 是可以contract和relax 去改變lens的 thickness 而lens 記住lens本身 是不懂得contract 或者relax OK 它是不行的 因為lens本身是沒有 muscle 所以它不懂得自己動 OK 它的厚薄是透過 muscle cellary muscle 去控制 我們看看那幅立體的照片 Lens OK 這些一條條白色的就是 suspensary ligament OK 另外旁邊這一塊東西 就是這些 muscle 就叫做 cellary muscle 或者是cellary body 都可以 OK 我們看看正面的照片 OK 我們的lens在中間 旁邊有一些繩扯著它 suspensary ligament 以繩扯著這個cellary muscle OK 所以這個lens的厚薄 其實就是透過 suspensary ligament 的張力 而是在中間控制了 suspensary ligament OK 再給大家看看 我們那個lens 其實是由細胞構成的 其實那些cell是這樣的 好 眼球結構差不多完了 我們去到最後幾個了 那麼 在我們的lens前面 這裡我們會有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我們叫做anterior chamber 裡面有一些液體 叫做aqueous humor 它有幾個功能 第一就是當然撐起我們的眼球 令到它有一定的結構 第二就是它也會提供一些營養 去到給眼球前方的結構 包括了lens cornea和conjunctiva 可以嗎 裡面是有neutrient 另外它也可以把光線折射 OK 所以說到這裡可以把光線折射的 我們有lens 有cornea 還有aquerous humor 好了 下一個會把光線折射的結構 就叫做vitreous humor OK 就是處於眼球後方這個比較大的空間 叫做posterior chamber 可以嗎 它同樣地都可以把光線折射 還有保持眼球是一個形狀 可以嗎 而它由於都可以把光線折射 所以到最後來說 真正可以把光線折射的結構 就會有 可以把光線折射 可以把光線折射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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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看兩題 絲目 分別是2001年 和2007年的題目 2001年的題目 就是這個部分 我印在Livinox上 State 1 function of structure A 很簡單 Structure A 你會看到它特別點了 是深色的 其實就是這個choroi 這個choroi 這個choroi 叫你提供一個功能 這個choroi 叫你提供一個功能 其實是背書的 可以提供營養 對那些光線折射 或者是 吸收光 去防止內容 在眼球中 接著要提供一個 由於它現在沒有提供 這個choroi 是要從Diagram的觀看 所以就是背書 其實任何一個 我記得的feature 都可以 一起看一看答案 好了 它是提供 Oxygen 和Nutrients for the eye 這個就是它的功能 而feature就是 它有很多 Blood capillaries OK 或者你回答另一題的答案 就是它可以 避免 Internal reflection within the eye ball 因為它有一個 black pigment 行不行 好 接著 下一題我們要看的 就是 第二部分 a small object may form an image on spot B or spot C 它就會 perceived differently perceived 即是 received的意思 What is the difference in vision 看出來會有什麼分別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分別呢 我們看看 B 和 C 是什麼 B 呢 obviously 它是一個blind spot 是不是 因為這個位置是optic nerve OK 而optic nerve 的出口位置 其實就是不會有任何light sensitive cells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那個blind spot 就已經說了 Blind spot 是可以有image 不過沒有什麼 沒有vision 是不是 因為那裡沒有light sensitive cells 沒有for the receptor 所以就能發生不到nerf impulse 沒有nerf impulse 傳到大路線 就看不到東西 行不行 好 另外 C這部分 很多人以為它是一個 yellow spot 錯 Yellow spot OK 因為在眼球最中央的位置 C這部分其實就是任何一點 在retina上面 任何一點 retina上面 我會期望它 怎麼都會有一些light sensitive cells 不論是rod cell 或是空 cell 所以當image 在這一點的時候 即使它不是Yellow spot 但我們也要看到 為什麼要看到東西 因為那裡有light sensitive cells 有rod和空 cell 當它接收到光線的時候 就會發生什麼呢 Nerf impulse Nerf impulse 就可以沿著optic nerve傳到大路 我們就會有vision 所以再強調一次 不論B也好 C也好 其實都會有image 在這裡 image 在這裡 但是不代表兩個都看到 有image 不代表有vision OK 我們看看marking 如果在image C就有vision B就沒有vision 原因 在C那裡 是有light sensitive cells 或者photo receptor B就沒有 你可以寫rod and cone cell photo receptor 由於一個位有 這些cell 一個位沒有這些cell 所以就變了 在Blind spot B 我們就沒有vision 另一題 想大家去看的 就是2007年的會考題 我們不會做完的 先看幾部分 首先 第一部分 Name structure A Structure A 指著的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其實 你會看到 它不是 指整整個東西 所以它不是 就是ciliary body 而ciliary body 裡面的東西 即是什麼 就是ciliary muscles 行不行 好 接著我想 skip一 skip 去到第三部分 OK 第三部分 它就說 With reference to function of layer C Layer C Explain why falling off of layer B from layer C may cause blindness With reference to function of layer C 即是要你 想一想 Layer C的功能 和Layer B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Layer B 離開了 layer C 就會盲 其實Layer B 你會知道 它就是 你會看到眼球最入面的那一層 所以這一層其實是一個retina OK 而Layer C 你會看到它有顏色 其實就是chloride 是不是 那chloride的功能 也剛才說了 PREVENT INTERNAL REFLEC 和PROFINE NUTRIENT 它就說 如果B離開了C 為什麼會盲呢 那你就會想 chloride裡面 哪一個功能 是跟retina有關 就是PROFINE NUTRIENT的功能 是不是 所以你就要說 因為當B離開了C的時候 它就拿不到營養 是不是 拿不到營養的時候 那些Light C cells 就會怎樣 就能不能動 就會死 是不是 那就會盲 好了 但我想說這條題目順便 要提一個 大家答題的大記 因為你們一看到 Layer C 你們就會立即背書 Layer C 是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nutrients for the retina because it has a lot of blood capillaries 題目 是問你 B離開了C之後 為什麼會盲呢 簡單而言 就是說 如果 B 拿不到營養 會怎樣 B 不是貼著C會怎樣 不是叫你說 平時的狀態 我重複多次 他要你說 B和C 分開了之後 那個情況 不是叫你背回正常情況 B和C在一起的時候會怎樣 所以你不斷背 會不會呢 B 貼著C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營養 因為C有很多血管 這些是完全拿不到分的 你要說到 反過來 就是分開了之後 它不可以怎樣 不可以怎樣 好嗎 所以我們一起看看 這個標題 Layer B 是有 light sensitive cells 所以 如果它離開了C的話 就要 cannot obtain nutrients from layer C 你不停背 Layer C 有些什麼 功能 或者它有些什麼 結構 是沒有意思的 OK 因為現在不是問你平時 是怎樣 它要你說 現在 假設你 B和C分開了的情況 是怎樣 是不是 所以你需要 將你學到的apply出來 又可以 變成不可以 OK 這類題目是經常性出現的 當它不可以拿到營養的時候 那些light sensitive cells就會死 死了之後 就不可以再傳到nerf impulse 沒有nerf impulse 去我們的大腦的話 我們就看不到東西了 到了這個範圍 比較重要的地方 我們就要知道 我們的眼睛如何調節 光線強弱的時候 進入眼睛 因為太多光的話 其實是會 over stimulate light sensitive cells 所以我們 防止傷害的話 我們就需要以下 這些措施 剛才你也記得 我們在 被光進入眼睛的孔 叫做pup 而pup 旁邊 其實有一個菠蘿 是不是 那一圈的菠蘿 就是Iris 而 我們接下來 就是講講 Iris 那些肌肉 如何去 contract and relax 從而調節 pupile的大小 去避免 在太光的時候 會有over stimulation 或者是不夠光的時候 如何增大一點 pupile 讓多一點光 出入眼睛 看清楚一點 好了 以後來 這幅圖 我想 大家要認清 一件事 就是 因為 其實肌肉 進行contraction的時候 會變短了 大家記得 當肌肉要 contract的時候 其實是會短短的 我想大家有這個概念在這裡的時候 你就要明白了 其實 這個 pup OK 這個是pup 旁邊有一圈的菠蘿 這圈的菠蘿就是 Iris 其實裡面 是有兩套肌肉 一套肌肉 就是一個個圓圈的 OK 另外還有另一套肌肉 叫做radial muscle 就是這樣的 太陽的 放射式的光線 所以叫radial muscle 我想大家有個概念 既然當肌肉 contract的時候 會變短了的話 不如大家想想 如果pupile現在 是這樣的尺寸的時候 我想讓它變小一點 我想讓它變小一點 這個pup的孔要變小一點 那些一個個圓圈的 Circular muscle OK 究竟它的圓圈要變大 還是變小 聽到前面的問題 如果我想這個孔 現在這個pupile這個孔 是要變小的話 究竟 旁邊一環一環的 Circular muscle 其實它的圓圈 是要變闊一點 要變大一點 還是要變小一點 大家應該都會想到 其實如果pupile變小一點 旁邊這一環一環的圓圈 其實圓圈是要變小的 是不是 如果圓圈變小的話 其實是不是 即是圓圈變短了 圓圈變短了 就是說 因為這些是肌肉 肌肉變短了 其實就是contract 是不是 我覺得你要明白這個概念 所以當pupile變小的話 其實這些圓圈會變小了 圓圈變小了 Circular muscle 是會contract 而我們人體 muscle 通常是一對一對的運作 一個contract的時候 另一個就會有相反的表現 就是會 relax 是不是 所以當pupile變小的時候 Circular muscle contract OK Radial muscle就會 relax OK 引致到pupile就會收縮 而pupile的收縮 我再說一次 我們不會用contract的 pupile我們會用construct 去形容 OK 當pupile變小了的時候 就會少一點光著眼 就可以 可以保護到 light sensitive cells 避免有over stimulation OK 一起看看 就是bright light的時候 bright light的時候 那些Circular muscle 就會contract 那些圓圈的圓圈會變短 OK 圓圓變短是因為 muscle contract 另一方面 Radial muscle 就相對地 就會 relax 一個contract 一個 relax 引致到pupile就會 construct OK 記得不是contract 那就要 less light enter the eye 可以嗎 考試就會是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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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3分 OK 如果在dimp light的時候 我們想多點光照 眼睛看清楚一點的話 相反的事就會發生 OK 我們看看 真值來說是怎樣 真正來說 可以看到pupile變細的樣子 OK 而反轉dimp light Circular muscle Relax Radial muscle contract pupile就會大力 more light entered the eye OK 這一部分 就是考試的第一個重點 大家要記錄 OK 接著 我想介紹一下 在retina上面找到的light sensitive cells 就是Rod和cone cell 好了 Rod和cone cell 為什麼叫rod和cone 其實是因為跟樣子有關 你會看到Rod cell的樣子 就是一顆棍子的樣子 掛頭 OK 考試要認他的樣子 另外 所有的light sensitive cells 其實都會有很多mitochondrion 大家都知道 mitochondrion是可以 carry out Respiration release energy 為什麼Rod和cone cell 需要那麼多 energy 就是因為他經常都要去 generate nerve impulse 當他受到刺激的時候 他就會 generate nerve impulse 而 generate nerve impulse 需要 energy 而energy 就來自mitochondrion 另外 Rod和cone cell 它是living cell 它也會有nucleus 行不行 這個就是Rod cell 看看Rod cell的特點 就是 它有visual purple 這種色素是需要維他命A 去做的 所以我們不夠維他命A 就不夠visual purple 不夠visual purple 我們在夜晚看東西 就會有問題 因為 Rod cell 主要是sensitive to dim light OK 就可以形成到black and white vision OK 整個retina上面 都會有這個Rod cell 除了兩個地方 就是yellow spot 和blind spot OK 我們看看cone cell cone cell顧名思義 就是尖的 OK 同樣地有mitochondrion 和nucleus 要形成它的樣子 cone cell 我們有三種 分別就是detect red light green light blue light 的cone cell OK 每一種cone cell 它是會 sensitive to 一種不同的 就是一個 不同的ranger 的wavelength 行不行 它的分佈就是 blind spot 沒有的 OK 整個retina除了blind spot 之外 都會有它的出現 不過 主要集中在yellow spot OK 你記得yellow spot 就是retina最中間的位置 亦可以看東西最清晰的地方 原來是有最多最多的yellow spot 最多最多的cone cell yellow spot 就沒有rot cell 行不行 它就是負責color vision 有三種那麼多 OK 但是它只是sensitive to bright light 什麼意思呢 當你在diam light的情況 不夠光的話 其實是不可以刺激到它的 由於集中在yellow spot 以及它是sensitive to bright light only 所以解釋到為什麼 晚上看東西的時候 我們看出來的東西會是黑白 因為晚上看東西的時候 主要真正是 你會發現是diam light 所以真正在運作中的 就是那些sensitive to dim light的light Sensitive cells 即是那些rot cell 而cone cell 因為它不能夠在diam light的時候運作 所以你晚上看出來的東西 就會是沒有顏色 OK 大家看看這幾幅圖 就是想告訴大家 我們三種的cone cell 其實分別就是 sensitive to 不同wavelength 的 visible light blue cone cell 就是sensitive to 這個range的wavelength Green的就是這個range red的就是這個range 而當然它們會有重疊的 OK 而重疊的時候 就可以有不同比例的 如果是red green 或者blue的cone cell刺激的話 就會產生不同的顏色 OK 所以如果你只是 stimulate red cone cell 就要出紅色的影像 的vision green cone cells only 就要出green 的vision 如之類推 但是當你有一個combination的時候 red加green 就會出yellow 全部刺激了 就會出白 如果黑色是什麼意思呢 黑色就是沒有任何的 一些cone cell受到刺激 就會出現黑色的 一個vision OK 這些都知道了 Helifernox第15頁 有意下這幅圖 這幅圖我自己覺得是很有重要性的 其實這幅圖在Past paper也很常見 它就是想告訴大家 就是 就是 沿著 假設我們在retina上畫一條線 你看到我已經在上面 OK 我沿著這條線 然後就量度一下 究竟它的rod和cone cell的 abundance 就會出了一幅這樣的圖 OK 我們這幅圖很多時候是叫你認一下 究竟 哪一隻cell打哪一隻cell 你會看到這裏有兩條線 兩個curve就是p和q 我怎樣辨認p和q是rod 還是cone 最明顯一個分辨就是看yellow spot 因為你記得yellow spot 它是不會有rod cell 它只有cone cell cone cell會集中在yellow spot 所以你看到yellow spot特別多的時候 哇 升上去 這個一定是cone cell OK 而rod cell 在yellow spot和blind spot都沒有 但是它就會沿著整個retina 都會有 OK 所以你會看到 在yellow spot以外的地方 特別多 OK 那這些其實就是rod cell OK 另外有一個area 你看到這個位置 這裏 OK 不論rod也好空也好都沒有 所以這個位其實就是blind spot 不知道大家看不明白這幅圖 其實就是沿著那個retina畫一條線 OK 途經yellow spot和blind spot 然後在上面量一下裡面的cell的數目 記住了 我們辨認它是rod還是cone cell 主要是看它的分佈 OK 即是在哪一個area的分佈 Yellow spot有的就是cone 沒有的就是rod OK 而我們不是去比較 哪一隻cell的peak是最高的 什麼意思呢 即是我們去辨認rod和cone cell 不是看最高點 哪一個多點 這個最高點是高一點的 它就是rod cell 不是 我們不是看比較高低 而是比較 有還是沒有 OK 比較它在不同的area 那個分佈 rather than peat OK 這個concept給你清楚 好 接著去就是我們怎樣真正去看到一個影像 先前也提過 就是我們將光線進行reflection的結構有四個 1 2 3 4 這個考試要記 而這四個結構最主要就是conea OK 光線經過conea 這一堆的結構 它就會 透過折射 折射到retina上面 而其實在中三的physics 很多學都學過了 其實經過一輪的折射之後 產生出來的那個影像 就會有以下這個特點 real 是vertically laterally inverted 上下載的調轉了 還有是diminished 細了 行不行 這一點點的東西 我相信大家在擺我來說 都記一記了 這個image 是一個real image 而所謂的real image 如果你有physics有印象 就是它可以project on to a screen 是不是 所以這個image 是可以project了在retina上面 OK 它是調轉了的 當這個image 打了去retina上面 刺激到上面的light sundive cells之後 這些light sundive cells rod和cone cells 就會 generate nerve impulse 而generation of nerve impulse 是需要 energy that's why rod和cone cells 需要很多 迷到chondria 去carry out respiration release energy for generation of nerve impulse 那這些nerve impulse generate了之後 它就會沿著我們的 optic nerve 就離開 那隻眼 optic nerve 就會一路 將這些 nerve impulse OK 就傳去 我們的大腦 我們的大腦 就有一個部份 專門去負責 interpret 這些 nerve impulse generated from 那個 I 行不行 好 這個部份 就在我們的大腦 大腦英文叫 Cerebrum OK Cerebrum 的後面這一節 我們叫做visual center 它專門 就是一個分工的地方 專門是負責收集 來自眼睛的nerve impulse 然後就進行一些分析 行不行 好 分析完了之後 它就會 將這些數據 這些nerve impulse 轉化成為 一個視覺 讓我們看到的東西 由於本身的image 是inverted 我們的visual center 很厲害 它就會把它扭轉 然後 讓我們看到 一個upright的影像 好了 左眼的nerve impulse 傳去右腦 OK 而右眼的nerve impulse 傳去左腦 對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一個upright的image OK 大家記得在考試的時候要提到 一定要提到 這些nerve impulse 不單純傳去brain 你要說清楚是傳去visual center of the cerebrum 那就更加準確了 這個叫visual center of the cerebrum 而cerebral cortex的意思就是 就是那個cerebrum 最上面頭的那層東西 就有很多的 nerve cells 做這個interpretation OK 好 接下來我想再說 一件事 其實之前也提過了 純粹一個reminder 就是blind spot blind spot 由於 它是一個nerve impulse 離開那個optic nerve的地方 離開眼球的地方 所以 在blind spot裡面 是沒有任何broad和cone cell 所以它是沒有nerve impulse 可以generated的 沒有nerve impulse的話 所以光打了下去 就算有image也好 我們是沒有vision的 記得是有image 沒有vision OK 這個我再次強調 好了 大概我們知道了整個 我們看東西的整個流程之後 以後來有一題 我自己覺得很值得看的 就是2014年的題目 好 2014年的題目 就是這一題 你可以停止了這個影片 自己看看這條題目 他就 去數一數 在那個 Visual center 在Cerebral Cortex Cerebrum 裡面 Visual center 他就說 看看裡面的neuron 究竟有多少 是負責去 去interpret 來自不同 眼球不同地方的信號 他就發現 原來 我們在Visual center 裡面 專門負責去處理 來自yellow spot的那些neuron 竟然是這麼多 OK 很多 但是yellow spot以外 Yellow spot以外的地方 你會發現 他分配給他進行 解讀工作的neuron 就會相對少 OK 好了 第一題就問 with reference to the type of photoreceptor OK 以及他的distribution types 以及distribution on the retina 他就問你 為什麼在Visual center 即在我們的大腦裡面 Visual center 要這麼多的neuron 專門負責去處理 來自yellow spot的訊號 我們就要想一下 提回 提回題目 他就說 在Yellow spot那裡的 Photoreceptor 分佈和種類 不如我們一起想一想 Retina那裡的Yellow spot 有什麼 Photoreceptor 第一件事大家會想到 對呀 那裡是有空瀉 OK 那裡是空瀉 咦 你知道在那個Photoreceptor 即在Yellow spot那裡 主要是空瀉 OK 但是他要你特別再講他的種類 types 那你要想起什麼呢 當我知道Yellow spot 是空瀉的時候 那麼他的types呢 答案就是 3types 是不是呀 咦 他不單有空瀉 他還有3types of空瀉 集中在Yellow spot 而這件事 怎樣引致到 怎樣引致到我們的大腦 要特別擺放多些的neuron 擺放多些的人手 去處理來自Yellow spot的訊號 那當然是 那裡的訊號特別多 你的訊號要特別多 我就需要擺放多些人手 去處理來自Yellow spot的訊息 所以呢 我想大家想想 3types of空瀉 而那裡有這麼多空瀉 所以代表他會生產出來的東西 什麼要特別多 就會生產大別多的neurve impulse 是不是 那你大別多neurve impulse的時候 自然地 我們需要安排更多的人手 去處理你大量的訊息 是不是 That's why 我們的 Visual center 就要併併多的neurons 去做一個訊息的處理 英文叫做 Interpretation of nerve impulse 可以嗎 我們一起看看這四分如何取得 第一分 你要答到 Yellow spot有很多空瀉 是不是 這個就是題目給了提示你的 就是那個distribution 是不是 那個distribution 那個 photo receptor in the retina Yellow spot有特別多空瀉 第二個 他也給了提示你 就是types of photoreceptor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one cells OK 又多 種 又多 又多的 的cone cell 而且 concentration 又高 所以 就會有 好多的neurve impulse 走出來 你這麼多neurve impulse的話 自然就需要多些的neuron 去做這個interpretation 或者analysis of the nerve impulse OK 好了 我想大家看看下面的題 下面的題其實就不關這課的 不過順便在這裡提一提 我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OK 但這些東西 對於一個人來說 究竟它是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是需要我們帶到另一部分去負責的 那麼 這件事 譬如我看到一隻杯 究竟這隻杯用來做什麼 為什麼它叫做杯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學過的 我們見過這隻杯 然後知道 原來它是用來裝飲品 我們可以用來喝東西的 其實是過去這麼多年來 我們的經歷 我們的past experience 我們的learning 令到我們明白 看到這隻杯 就代表是用來喝東西的 好嗎 所以看到什麼 以及這件事 有什麼意義 它有什麼功能 其實是大腦不同的地方負責的 那麼究竟 我們怎樣可以 將看到的影像 和意義 連上關係呢 其實是需要大腦第二部分的 我們稍後 其實在coordination那個chapter 我們都已經說了 可以看回那段片 其實 我們看到的東西 就會將那個nerf impulse 由那個visual center 傳過去大腦的另一部分 叫做association area 而association area 這一部分 就是負責一些的記憶 或者是learning的部分 那麼我們這些nerf impulse 就會relate to 我們以往的一些 past experience OK 它就會 將它retrieve 或者relate to previous experience 就是previously store information OK 就可以令我們知道 這隻杯原來是有什麼意義 OK 但是這兩分 其實跟這份沒有什麼關係 你想知道多一點 就看回另一段片 OK 接著我們講到這一課的另一個 考試的重點 就是怎樣看近夜和遠夜 好了 看近夜和遠夜 其實我們需要眼睛有些調節 而這個呢 叫做eye accommodation OK 那我就會首先說了看近夜 看近夜的時候 大家需要知道 近夜的話 光線是會以一個發散 diverge的形式進入眼睛 OK 由於光線發散了 所以我們需要將它更加地屈曲 OK 可以準確地下回到retina 在這個時間 在近夜 我們的 那個reflective index 我們對眼 需要有一個強一點的折射率 OK 而負責去協調我們眼睛 看遠夜和近夜 主要是透過lens 行嗎 Lens的口薄 你記得其實它自己調節不了 是需要透過lens 附近的一些肌肉去控制 我們一起看一看 這裏你會看到 其實lens本身 有一個elasticity 它本身 其實是有彈性 可以變得很厚的 OK 所以 當我們看近夜的時候 我就不想lens 拉住 讓它變薄了 我想lens可以變回 原本的一定的厚度 就可以將一些發散的光線 就可以有一個大一點的reflective power 將它屈曲到retina上面 所以 如果我想lens變得厚一點的話 我就不要拉得它那麼行 不要拉得它那麼行的話 其實周圍這個圓圈的肌肉 OK 它就會contract 什麼意思呢 因為當這個肌肉contract的時候 大家還記不記得 肌肉收縮的話 其實它會變長還是變短 肌肉收縮 3 2 1 沒錯 肌肉收縮會變短了 所以你想想 如果這個celerian muscle 是contract的時候 這個圓圈的圓周會變短了 圓圈的圓周變短了的話 這些繩 叫做suspensary ligament 就會沒有拉得那麼行 因為圓圈變短了 它會放鬆了 這些suspensary ligament的張力就會變短了 不會拉得那麼行 Lens就可以回復它原本的狀態 就是一個相對厚的狀態 從而增加它的折射率 Reflective power 將光線有效地 Reflective power OK 所以當這個celerian musclecontract的時候 整個celerian body 就會變短了 suspensary ligament的 張力會變短了 變小了 沒有拉得那麼行 Lens 就會變得更加 convex 會變得更厚了 光線就可以有效地 準確地 Focus on the retina 我們就會看到近距離 OK 如果我們看 軟的角度 是怎樣的 軟的角度需要記住 逢是軟的角度 就是parallel進入眼的 OK 由於它parallel進入眼 其實我們需要將它屈曲的程度 是沒有那麼大 因為之前那個是發散的角度 要將它屈曲的角度 但現在看軟的角度 光線是parallel 我們只需要將它 輕輕屈曲的retina 就可以了 所以 parallel的light rate 我們是不需要一個那麼厚 或者那麼convex的Lens 相反的會發生 Celerial muscle 就放鬆 Muscle放鬆 會變長了 一變長了的時候 圓周變大了 圓周變大了 就會變成扯著這些suspensary ligament 令到它的tension增加 tension增加的時候 會拉著鏡頭 拉著鏡頭 薄了 就會 less complex 光線就可以準確地 投射了 對著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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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夠準確地 focus到一些軟的 一些object 好嗎 OK 好了 這裡就是看軟的東西 會發生的 如果大家沒問題 我們看一看 2001年的past paper 第18頁 你睡覺吧 OK 這裡 就是有個小朋友 有個女生 看完書之後 他就嘗試去看 一些軟的東西 看著一些字 on the blackboard OK 就問你 由看近的東西 去看軟的東西 究竟我們眼睛有什麼變化 其實就是背了剛才的三點出來 OK 看軟的東西 我們一起看 首先 Structure D becomes thinner less convex Lens become less convex 那怎麼搞的呢 就是 Due to relaxation of ciliary muscles OK Muscle relax 變長了 變長了 圓周變大了 拉著suspensory ligament 令到tension增加 OK 好 這裡就是 01年的題目 我們再看一題 就是07年的題目 07年的題目 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第一題 Structure A Structure A就是 C Lering muscle 他就說這個 muscle 在老人家來說 會變弱了 變弱了的話 那怎樣影響 近的東西呢 OK 這個就是老花 老花 遠的東西也不太行 近的東西也不太行 特別是看近的東西 老花人就要拉得很遠 才能看近的東西 或者他要戴老花鏡 其實老花就是因為這個肌肉 太弱了 太弱的話 就保持長 懸套 持著扭著suspensory ligament 持著扭著的話 鏡頭就會持續 薄 持續薄的話 在近的東西 我們就會 無法集集 同一道 這題目 跟之前 我們講過 一些application的題目 都是一樣 請大家千萬不要照背 C Lering Muscles 或者suspensory ligament 那些功能 不要背出來 你要說它無法聯絡就不可以怎樣 一路是要說No, Cannot, Cannot, Cannot 看看答案 這件事叫Ciliary Muscles 由於變弱了 就Cannot contract 或者你說它 contract with less force 不能用這麼大力 With less force的時候 Suspensory Ligament的Tension Remains High 不可以說它 contract 完之後 Tension 就變低 就不可以 要說這一刻 由於它 contract 不能夠 所以就不能夠降低 或者說 Remains High 都可以 不能 Reduce Tension 亦都可以 所以Lens 就不能夠變厚 變成convex 或者Lens 就會保持薄的 可以嗎 Not Thick 所以你一定要說到它 contract 不能夠 不可以 Reduce Tension 所以就不可以變厚 不斷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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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回答另一方面了 別人說它 contract 不能夠會怎樣 你就回答它 contract 了會怎樣 好嗎 所以就不能夠將光線converge onto the retina 或者focus onto the retina 去形成一個clear image 這個就是腦花的情況 好嗎 好 題目下一部分就問你了 講一下就是老人家另一個情況 都會弱化眼睛的 老人家另一個情況就是白內障 白內障就是那個Lens becomes cloudy 或者是Lens become less elastic 兩個答案都可以 好 那我們就說了另外幾種眼疾 第一個就是很常見的近視 近視的人就是看不到遠遠 only see nearer object 這件事其實我想很多人都熟悉 我快飛了 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你發現Lens太厚 這些人的Lens太厚 所以光線來自遠遠的parallel light ray 它就reflect太多 所以這個圖片就會形成在 front of the retina 可以嗎 這是Course1 Course2就是你的Lens正常 但是天生你的眼球太長 OK 所以就算你的Lens可以正常運作也好 都超過了極限 光線始終都是形成在 front of the retina 這個就是近視的成因 考試要記得要畫這些圖 考試也會要求你去畫矯正近視的情況 矯正近視的情況 我們就用concave lens 這個第二點要記 一分一分 好 第三點就是經過concave lens 之後光線會逆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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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bom 所以線就是下一個共產loser 然後再經過 들어오れ啊 兩者就會把光線固定回軸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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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長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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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視是相反的,只是看遠視,近視會很矇 原因跟近視相反 就是鏡頭太薄 所以不能將近視的光線有效地屈到盡頭上 屈不完,所以就變成背後鏡頭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眼球太短,所以影像也會形成背後 矯正的方法就是戴上一個放大鏡 放大鏡就是一個convex鏡頭 記得,因為遠視的人看不到近視 所以畫這幅圖的時候,就要看近視相反 近視相反是擴散的 是用convex鏡頭的 而convex鏡頭是會將光線匯聚焦的 所以光線經過convex鏡頭會屈下去 可以嗎? 這樣會屈三次 第一次,經過鏡頭屈第二次 經過鏡頭屈第三次 到最後,屈完三次之後 那個畫面就可以形成背後 好嗎? 這個correction of long sightness 考試也需要你畫的 給大家看看marking 在2001年的時候 是叫你畫過一個 一個ray diagram 去顯示他看不到遠遠的 在近視眼 當年的marking就是這樣 Large and clear, precise Drawling 1分 要寫Title ray diagram showing short sightedness 以及要有正確的light ray 我很快畫給大家看 這個是因為 那一年是畫一個近視的人的眼 近視的人的鏡頭是厚的 所以你可以畫一個誇張一點厚的鏡頭 畫一個eye ball Eye ball 留意了 眼珠 即是前面的位置是少許凸出來 但不是很凸 由於同學畫一個眼珠 畫成這樣 不接受 由於這個人是近視 看不到遠遠的鏡頭 所以遠遠的光線 透過parallel進入眼睛 然後畫一個鏡頭 然後 經過鏡頭之後 由於鏡頭太厚了 所以它就會將光線過分地 反映 大家記住 光線進行反映的時候 其實是 在光線和鏡頭的接觸面 發生 所以 你可以在這裡 畫一個交叉 OK 記住,光線的屈曲不可以在鏡頭的中間發生 是在鏡頭和光線的接觸面發生 由於它有近視的關係 所以這個鏡頭 反映得太多 OK 所以這個圖片 就會形成在鏡頭的前面 形成在鏡頭的前面 OK 所以就會引致近視 好嗎 到時寫上鏡頭 那圖片就會取得了 好嗎 好了 這圖片我想大家在 Form 2的時候 讀IS 可能都畫過了 純粹給大家 重新一下記憶 好了 到最後講完一種眼疾 就是color blindness color blindness 就是它不可以 Distinguish 到所有的顏色 或者部分的顏色 好嗎 而這隻病 是不能治療的 不能吃藥 或者是戴眼鏡 就能做得到 是一個 天生的 遺傳病 OK 引致到 空瀉上面 是有些缺陷 可能是有部分空瀉的問題 或者全部空瀉都有問題 他們看不到 顏色 OK 在男士 出現的比例比較多 如果大家想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呢 遲些看 Genetics 那段影片 我們就會再詳細講 關於色盲的東西 好了 最常見的一種color blindness 就叫red green color blindness 你看到它 分辨不到紅綠 OK 而 Total color blindness 是少見一點的 完全看不到顏色 OK 如果你對自己有沒有色盲 我想 活到這個年紀 你沒有理由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色盲 那你就可以自己 看回PowerPoint 都會有一些 Test去做 OK 不過我想提回你一句 就是color blindness 千萬不要跟night blindness混淆 很多人以為night blindness 和color blindness是同樣的東西 color blindness是這一種 不能醫治的 是遺傳的 night blindness 是因為你不夠維他命A 所以做不到 rod cell上的visual purple 你的rod cell function得不好 是一種deficiency disease 只要補充維他命A 其實你是可以 搞定night blindness OK 去到最後一部分 我很想用這條題目作結 這條題目是2010年的題目 我自己覺得是出得挺深的 自己停止了它看題目 我就很快和你go through一次解解 他就說有一種病叫黃斑變性 那些人你會發現眼球中間 視野中間是完全看不到東西 OK 超級blur的 他就問你 State the type of light cells 在這條題目 由於題目一開始已經說了 是一種藍色的病 而一種藍色的藍色的藍色 大家熟了 應該知道就是 空瘦了 OK 他就問你 為何有這隻病的人 他的視野中間 是會特別蒙了呢 視野中間蒙了呢 其實當然你就要說到 因為我們視野中間 最中間的點 主要是 那個視野 是來自 Retina的哪一個位 Yellow Spot 我們視野中間 其實主要是透過Yellow Spot Detect light 你要知道這一點 我們的視角 是來自Yellow Spot Detect light 如果你這裡的 Light Cellive cells 是有問題的話 所以它就不能夠 Detect light 不能夠Detect light 就不能夠 generate Nerf impulse 所以 當光線打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就會沒有了視力 即是我們 視野中間 OK 所以這裡的1分 就要說到 你首先知道 視野中間 OK 最中間的位置 是Rely on Yellow Spot 這裡的1分 當光線打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由於Yellow Spot 只有空瘦 所以當空瘦壞了 就不能夠 generate nerve impulse 所以就沒有視野了 OK 這就是第2分 好 看看答案 第1分 就是 Vision的Center 是透過Yellow Spot Detect light OK 而Yellow Spot 只是空瘦 空瘦壞了的時候 它就不能夠 detect 不能夠 detect light 就 generate nerve impulse 所以就看不到 在這個地方 OK 好了 第2部分 有一種 Bionic Eye OK Bionic Eye 就是 好像眼鏡 它就說 這個有camera OK 有camera 就 搖了下去 搖他們 搖了下去 一個 device 在眼上 在Retina上面 OK 即是說 這個眼鏡 detect 到光線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信號 化成無線電波 藍牙 傳到這個器材 接著這個器材 就會直接刺激 Optic Neurve OK 然後就把一些電流傳到 Visual Center 讓我們看到東西 OK 意義就是 好 它就問 為什麼用了Bionic Eye的人 就算你的鏡頭 都會看到東西 你想想 其實由始至終 假如它戴了眼鏡 然後 它就發放一些信號 進去機器 機器就直接把自己的Optic Neurve 從頭到尾 光線的detection 都沒有經過 是不是 沒有經過鏡頭 所以你的鏡頭暖不暖 其實會影響什麼呢? 完全不影響Bionic Eye的運作 所以答案就是 Bionic Eye其實是代替了光光的循環 看看吧 因為Bionic Eye其實是代替光光的循環 完全不需要經過鏡頭 所以你的鏡頭暖不暖 其實也會看到東西 好嗎? 下一題 Bionic Eye Bionic Eye用來幫助別人 沒有光光光的循環 如果有個人沒有光光的循環 或光光的循環 究竟他能否看到東西呢? 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這次你的器材是直接刺激光光的 根本的電流不是來自閃光光的循環 而是來自器材本身 直接收到訊號後 直接刺激光光光的循環 所以答案是yes 我們看看答案 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訊號是直接傳給器材 而器材直接刺激光光光的循環 隨便有一個答案 好嗎? 好了 這裡是兩分或是零分 好 下一題 下一題很精彩 他就說 另一種Bionic Eye 接收訊號的器材 就不是放在眼上 直接放在腦上 然後當他收到眼鏡的訊號 就會直接刺激腦 他就問了 究竟腦的哪一部分 應該要放在這個器材 當然是負責視覺的部分 是嗎? 就是Visual Center of the Cerebral 是不是? 好了 有什麼好處呢? 接收訊號的器材 不放在眼上 而放在腦上的好處就是 喂 可能有些人很瞎 可能有些意外 撞爆了眼球 或者整隻眼被人咬走了 如果他沒有眼球的話 他就可以用這個器材 放在腦上 就直接不用眼睛了 好嗎? 所以我們看看答案 第一 就是放在Cerebral 或者Visual Center 或者Visual Area 第二題 這個Bionic Eye 就可以讓人看到東西 哪些人看到東西 就是沒有眼球 也看到東西 好嗎? 好了 這條題目 我自己覺得很有創意 雖然已經是十幾年了 但現在看回 你也覺得 像DSE會問的那種形式 所以大家也很鼓勵大家去 我說得很快 希望大家可以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再看一次 好了 關於眼的部分 我們先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